10月26号星期六 欢迎收看新闻抢线报 我是欣燕 退休校整员开车载着妻子和儿子 却不知何故撞向铺路机 结果夫妻俩当场上命 11岁的儿子受伤入院 天人永隔 最起车祸今天凌晨在关丹通往甘闷空军基地附近发生 42岁的司机当时开着休旅车 车上载着50岁的妻子和儿子 正从甘闷前往甘马晚 在抵达事发地点时 司机突然撞上停靠在路间的铺路机 导致夫妻俩当场死亡 儿子脸部受伤 已经被送往关丹中央医院接受治疗 初步调查显示 事故是由于司机疏忽驾驶 加上事发地点没有路灯所致 目前 警方已经依据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来调查案件 在吉兰丹花旺生 昨天早上也发生了一起裸里和轿车相撞 导致三男二女当场丧命的恐怖车祸 小整队在接货头包后 立即赶往现场 发现罗里翻腹 卖位轿车则滚落斜坡 严重撞毁 5名死者中 包括乘坐轿车的48岁司机 莫哈默祖乃兹 39岁妻子莎兹瓦尼 20岁的儿子莫哈默法克鲁 和女死者35岁宝妹法哈纳 53岁的罗里斯基也当场离世 四名遇难者遗体今天已经在 登加楼瓜拉乌浪安葬 两名女死者的母亲哈斯玛悲伤指出 悲剧发生在返回静马轮高原的途中 她们一行12人分别乘坐三辆车 而两名女儿和外甥乘坐的轿车却发生意外 让亲眼目睹悲剧的她心都碎了 国际关公文化节之 中意新火夏南洋早前抵达霹雳安顺 不料却在本月24号举行的大游行中 发生有人挥舞中国国旗的事件 视频流出后顿时引发了争议 马来西亚关公文化推广中心会长孙卢华 昨天已经就此问题公开道歉 而挥舞中国国旗的16名中国人 也因此被警方闯召入供 霹雳州总警长拿督阿兹兹指出 调查显示 参与游行的16位中国人承认挥舞中国国旗 尽管主办方持有合法的活动许可证 但允许外籍人士参与的行为违反了规定 他说 警方至目前已经接获16项投报 此案会在和平集会法令和国会法令下展开调查 调查报告过后将提呈给副检察司 采取进一步行动 孙卢华今天透过面子书专页发文 指16名中国人挥舞中国国旗的场景 遭到部分人士的恶意解读 他表示 活动已经获得霹雳州政府的认可 并且列入官方活动日历 他说 这一事件不仅影响游客的体验 也可能损害马中友好关系 对此 孙卢华深表歉意 并承诺在未来活动中 将更加关注每个细节 避免类似的问题再次发生 偷电缆的惯犯在警方拦截时 拒绝停车 还驾车逃逸 为了逃避警方追捕 他撞上多辆汽车 甚至试图撞向警察 警方在无奈之下 连开两枪击中他的车轮 迫使他停下来 嫌犯叫车爆胎后 停在防茫的市区 他汽车逃跑 但最终在距离汽车地点约500米的 弗罗池华某商场内被捕 这起事件是在昨天下午5点30分 在槟城和宁广场后门外路段发生 警方透露 嫌犯是一名30多岁的无异男子 之前在微中线 涉及多起投电缆案件 接到可靠情报后 弗罗池华警局的专案小队 迅速出动进行拦截 此案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传统医疗中心因涉嫌与邪教和迷信活动 日前遭到警方和市议会执法人员突击检查 执法人员经过4小时搜查 逮捕了两名38岁和44岁的女员工 并充公了多项物品 包括招牌、收据和保健产品手册 执法人员也在突击检查中 发现了治疗室和售票处已经关闭 而创办人阿当医生还有他的妻子都不在现场 怀疑是已经潜逃返回新加坡 在公元1881年建立又名千二层的 槟城天恒山清关寺文明辖尔 至今已经有143年悠久历史 每年的9月初一至初九九皇大帝诞成期间 香客如过江之际香火鼎盛 却不知道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早年是修道中人 隐居修仙的府地 也就是现在的清关寺山洞土足兰卓宫 来看中国报特别报道 清关寺山洞恰恰就落在两块岩石正中央 由三块小岩石堆砌成一个天然屏障 石顶上透天里面至少可以容纳五人 山洞内设有一个石箱炉 岩壁上清晰可见被熏黑的烟痕 洞内还有一盏白色长灯 里面供奉着土足真人独阿卵大巫师的神位 据了解 一群修道知识在百多年前 曾在这个山洞内打坐修仙 玄源道社法师叶三福表示 一位号称灵光大帝的张康道长 更是成功将山神造集在此 形成了如今的兰卓公信仰 尽管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了修行者 但其丰富的历史依旧吸引着信徒前来朝圣 台湾一名女子听信稳赚不赔话术 先后四次被骗走268万台币 折合马币约36万3000令吉 她在报警后 警方成立联合专案小组 并将计救济 在诈骗集团车手向受害人收钱时 埋伏逮捕 入网的又是马来西亚人 这名陷入投资骗局的女子 是在诈骗集团再次诱骗约16万令吉时 惊觉受骗而报警 警方随后设服当场逮捕大马级车手 并依诈骑罪嫌移送屏东地检数侦办 内华达州选情激烈 拉斯维加斯选民聚焦高昂生活成本 许多服务生和官等 工薪阶层期待经济改善 11月5号总统大选 经济议题或成为决定性关键 特朗普与贺锦利支持率在这个摇摆州 势均力敌胜负难料 另外,美国国会大厦附近出现了一座讽刺艺术装置 黄铜色的桌子上放着一坨大便 旁边摆着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名牌 这座雕塑是为了纪念2021年1月6号闯入国会的勇敢者 当时他们试图推翻特朗普的败选结果 以色列军方周六凌晨对伊朗军事目标展开空袭 德黑兰传出多起巨大爆炸声 伊朗表示此次精确打击是对10月1号伊朗发射约200枚弹道导弹的回应 伊朗表示,其防空系统成功抵御攻击 部分地区受到有限度破坏 同时,叙利亚首都大马士格附近也传出爆炸声 局势持续紧张升级 菲律宾官方周五统计显示 台风坦美已导致81人死亡,20人失踪 受灾人数超过300万,许多城镇面临断水断电 总统小马克斯承诺将全力支持灾民恢复生活 同时派遣空军运输机载送救援物资 初步估算,风灾造成的基础设施和农业损失达2500万皮锁 折合约186万令吉 巴基斯坦官员周五宣布,由于雾霾水平危险 拉荷尔的学生将被禁止进行户外活动 直到明年1月,拉荷尔是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本周空气污染超出世卫标准20倍 印度圣河,也就是恒河之流的亚木纳河 近日被大量有毒白色泡沫覆盖 泡沫随着河流涌动 这些泡沫主要源于污水处理不当 随意排放工业废水和生活垃圾等因素造成 新闻的最后,透过镜头一起关注这条河流 正面临的严峻污染问题 我是辛燕,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